地震的妨礙地震來了 我們就要地震不能夠事先預測要怎麼辦 那就做好一些事先的防護跟事後的一些事情 發生當時的躲避跟事後的一些疏散跟措施 所以我們要說要做這些事情 這都是正常要做的事 可是 台灣太多地震帶了 太多斷層帶了 如果你真的要斷層在附近都不要住人的話 他們是又不用搞的 我們有個三底 我上次跟講過三角斷層有沒有 三角斷層 那個很特別 因為它不是密斷層 它是正斷層 它好長一條 如果你要三角斷層附近都不要住人 我們就可以去掉一大半人都不要了 他現在經過很多精華區 人口從面的地方 都在三角斷層的地方 你才就知道了 所以怎麼辦呢 要做了 好 至少你做到措施要做 做到調查什麼之類的 能避就避 不能避就要想一點辦法 然後做一些耐震設計啊 什麼之類的 這裡有個耐震設計 我本來要自己拍 後來要花錢就算了 101 有個大大的阻尼器 那個阻尼器 就是地震來的時候 它在那裡晃 朝白關上晃 然後把那個能量抵消掉 你就防止就會安全 Safe 就Safe 我本來想自己拍的 可是上面要去要花錢就算了 就去找網路上就可以了 然後呢 我也小時候呢 還看過一個新 就是人家寫這個文章啊 說他去日本啊 玩耍啊 在高樓上面啊 樓屋上面的人 餐廳吃飯啊 結果地震來了啊 晃好兇啊 晃過來啊 晃過去啊 要好辣 他很害怕 然後威懲不然說 先生 你不用擔心 我們的房子是柔性建築 會搖不會倒 蠻正常的啊 颱風來的時候 草被吹了 亂吹到 草會被倒掉 不會啊 樹才會倒啊 草直彎而已對不對 他說房子柔性建築會搖 不會倒 會搖得很凶 可是不會倒 所以這樣 所以要做好一些防護措施 然後要固定好 這個我們後來會再提到他 那這也很難做啦 這我小時候也有故事啦 我念大學的時候啊 我們那個新圖書館剛剛落成 大學圖書館都 數量都好大一個 大概我們有 比如說大概一半個 我們的那個教室那麼寬 然後很高跟教室差不多高 好大很大的書館 排滿的都是書 然後就有一次來完地震之後呢 那個一排一排的書館 像推伏牌一樣 啊 全倒 你如果覺得那個書館太平衡很大隻 很安全 你躲到他下面你就完蛋了 你要把就被書館壓死 要被被書打死這樣 因為他沒有鎖好 沒有固定 這要固定 但是他也蠻困難 也蠻困難 你要這樣做其實也不容易 這要固定好 然後關好 這話會講 好 關 關這個 就是 颱風 不是颱風啦 地震來的時候 躲避的四字要求 關開地上 關 關電源 關瓦斯 因為地震之後 都常常有大火 就一單大地震 搖了大概三四十秒 大火燒了好久 那個日本那個 神父大地震之後一樣 有很多地方都起火 所以要關電源 關瓦斯 避免他未來會發生火災 開大門 先把門打開 有落地窗 落地窗打開 幹嘛 怕搖完之後 防止變形 門打不開了 所以先把門打開 洞先留好 待會兒可以 跑出去 所以關開地 躲起來 當晚會有影片 會跟你說要躲 躲起來 躲好 然後 搖完之後 如果你沒有被壓到 趕快落好 趕快到四十號 安全的地方去 它有餘震 你防止現在沒垮 等一下可能就垮下來了 所以要反對 關開地震 總共有四字要求 只有是有跟各位報告 有關於台地震帶啦 跟你說一下 那個地震來的時候 該怎麼樣處理的方式 OK